就开始就有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因为在新北市议员宋明中的提议新建之下 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终于完工了 然而只要在7月19号到8月1号这段期间 将可以免费来使用运动中心的各项运动器材 民众期盼已久的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终于完工 这座运动中心由市议员宋明中提议新建 在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今天终于梦想成真 议员表示一切都要感谢教育部体育署 立法委员吴玉生李红军 新美市议会及地方乡亲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新美市长朱立伦的全力支持 7月19号的8点正式启用半个月市营运免费 洗边几年希望我们乡亲能够尽快来使用 在我们任务争取的运动中心尽将来使用 我们都非常的高兴 非常谢谢我们新北市 我们朱立伦 朱市长 包括我们李红军 吴玉生立伟大力的协助帮忙 陆续我们真的来使用 谢谢大家 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在开幕前夕 特别举办全馆免费式营运活动 乡亲只要在7月19号到8月1号期间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前来 都可以免费享受运动中心内的设施 真的非常高兴我们新北市 我们新武泰运动中心 即将在7月19号正式的启用营运的 市营运 那我要跟我们泰山五谷新庄地区的民众 特别来报个好消息 我们7月19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到我们8月1号的早上8点到晚上8点 市营运15天半个月时间 让我们乡民我们的居民能够来使用 新武泰国民运动中心营运之后 除了可以服务新庄泰山两区 共50多万居民之外 也可汇集周边领口五谷等居民 相信将可带动全市的运动休闲风气 永佳的记者泰山采访报导 永佳的记者泰山采访报导